二二年十一月送走了陪伴我多年的R32 随之为了找回新装的缺失 那个儿时就埋下的种子 修复R34就这样开始了 从顺利的拆装 打着发动机 修复车架 到找遍全国包围场 去寻找保罗沃克铜管的外观 结果是让人失望 不得已自己动手手工复制 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时 发生了太多莫名其妙 且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电镀的插曲 喷漱的杆工 机舱颜色的搭配 所有的步骤都把矛头指向了时间 我们耽误了太久 久得让很多兄弟失去了耐心 从权力支持变成了厉害 而更多的人觉得你只会半断 生活的一大乐趣 也是完成了别人认为你不能做到的事情 更新或许慢了点 细了点 毕竟这辈子能做这种事的人 有几个的 而今天他被我完成了 A.N.X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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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的一定是极大的满足 不往初衷 不往岁月 不往一切 感谢近四十万粉丝的一路陪伴 我是冰冰仔 那个永远热泪盈眶的 玩车人 是冰仔细的一路陪伴 谢谢大家